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开设摊位招来生意期间 涉嫌利用职务之变 篡改信用卡的申请者的地址 让银行将新的信用卡寄到他本身的家里供自己使用 太平警方是在接到银行的投保之后到吉隆坡 这名已经被银行解雇的男子住家将他逮捕 调查显示 这名男子是从2020年开始就利用其他人的身份 成功申请了18张信用卡 倒刷了超过56万令吉 而银行是在接到受害人的投保之后才揭发这起事件 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警方严扣 并且援引诈骗集团调查 买手机膜被骗变成了买保险 这起夸张的事件是由一名自称是大学生的女网民揭露 他说他在二月底期间在磁场街附近听信了一名销售员的话 到他的店里去换手机荧幕的保护膜 这名销售员之后跟他要身份证表示要为手机荧幕保险 这名女网民在贴文时说 当时他以为所谓的保险就是保修期 于是就把身份证交给了对方 由他的同事带为输入资料 女士组这时就看见电脑荧幕上显示着某某某insurance 2099的字眼 于是就追问这是什么东西 到时会不会收到账单 要他付费2099令吉等等问题 而男子当时则要他放心 表示这只是需要付一次钱而已 但是在完成更换保护膜和注册之后 该名男子竟向他征收2099令吉 外加25令吉 表示那2099令吉是付给保险的钱 女士组说 迫于已经无法取消注册 他最后是以1575令吉付款了事 而在其他网民的建议之下 女士组表示他将会去警局报警 滨州首长曹关友的特别协调官魏祥靖说 虽然他本身经常呼吁民众要小心提防诈骗的陷阱 但自己却也因为一时的贪念 而差一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 他在一个宴会上分享说 去年9月期间他误信了一则著名是电信公司发送的中奖信息 结果就不宜有他 按照指示填写了一些资料 一心准备要领奖了 他说后来对方要求他填写银行户头的资料 这才让他惊觉不对劲而赶紧退出内向活动 他感叹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诈骗专家的伎俩往往能够超越政府的防诈能力 因此提醒大家真的真的要小心再小心 另外他也提醒民众不要相信所谓政府部门或者是执法单位 要求提供个人资料的来电 因为有关单位并不会这么做 另一边乡 副通讯级数码部长张念群则在国会披露 在过去两年一共有五亿一千八百万条 包括诈骗集团在内的可疑简讯被封锁 当局也封锁了很多怀疑被滥用的电话号码 来关注其他民生课题 首先来看食品安全的新闻 槟城消费人协会主席莫西丁阿都卡迪说 去年午夜该会从槟城各类市场采集了 112个蔬菜和20个白米的样本送到韩国去化验 结果显示有87.5%的蔬菜和55%的白米样本含有杀虫剂 他在记者会上说 调查发现我国有很多农作物都含有被禁用的杀虫剂 比如说在芹菜和青葱里就发现了 只准用在西瓜黄瓜和番茄的阿巴丁 而在一些菜叶里则被发现含有只准用在稻米的好年冬 而这些资讯很少会被公开 因此呼吁消费人要多加小心 他也呼吁政府要定时检测市场的食品安全 并且教育农民正确使用杀虫剂 财政部宣布爱心援助金计划STR 从今天开始到本月的31日为止 开放申请和更新资料 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说 今年度的爱心援助金高达80亿令吉 预计将会有870万人受贿 民众可以上网到bandwantunai.hasil.gov.my申请 或者是了解更多详情 换个焦点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发出通知 即日起从大马直飞中国的旅客 可以使用抗原检测 也就是进行RTK检测 包括用试剂盒自我检测冠病毒 以便取代过去强制要求的PCR核酸检测 根据更新后的指南 大马前往中国的旅客 在登机前的48小时之内 可以使用两种方法 也就是PCR或者是自行使用RTK抗原试剂盒 进行冠病的检测 并且申报海关 航空公司方面则无需检测 有关检测的结果 但旅客需要在乘机的过程当中 坚持佩戴口罩 而在入境之后 旅客需要凭海关健康申报码 去完成必要的通关手续就可以了 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再见